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今次繼續有我Leo和小李一起玩這個Balhasa 6 哇,近鏡很帥 眼神、面孔都出來了 你們看到嗎? 我看到 但你可否很近鏡看到你自己? 嘩,笑了 我直到看到 那條事業線很誇張 始終都要拿一條事業線出來 你那個是Lina? 沒錯 嘩,對呀 她的事業心也很重 我看得很清楚,反光了 是油還是汗? 嘩,你跑到這樣,沒有汗和沒有油,你都害怕 好,我們繼續回去 這裡已經是香港,但香港是哪裡呢? 喂,有雞啊? 嘩,一看就知道是果欄 這麼多水果,你看 嘩,黑雞啊 雞中之霸,黑雞啊 你看 殺不可以 嘩 嘩,又浪費了麥林了 哈哈,為什麼 為什麼又用麥林 但是麥林也殺不到一隻雞 殺了啊,死了啊 那隻雞死了 是啊,我死了,我殺了 你殺不到嗎? 嘩,為什麼我的畫面,兩隻雞都還在動 嘩,是嗎? 我殺了啊,有一隻我殺了 咦,我也殺到了 嘩,這隻雞 大家你看看 大家你看看 嘩,死了,兩隻雞死了 嘩 嘩,這個是偽業批發市場 偽業批發市場 偽業批發市場 完全是香港的譯音 偽業在哪裡 不知道 我只知道 偽業的果欄 但是這裡是不是偽業? 不是這些果欄 對,但是這裡是不是偽業? 芒果 你看芒果 整箱的芒果 拿走 不過不知道飽了多久 老老實實 我想 咦,上面這個是什麼 上面這個不是芒果 上面這個不是芒果 這個是什麼 牛油果 這箱是橙 怎樣?想吃什麼 這裡有沒有榴槤 有榴槤嗎? 喂 要不要拿子彈 拿榴槤做流星彩 拿來打喪屍 最強武器 有什麼呢? 嘩 嚇死我 誰叫 有人叫 不要理他 告訴他 烏龍茶 烏龍茶 這個又不是 什麼? 烏龍茶 有烏龍茶嗎? 在哪裡? 這麼大的中文字 你說那個海報 走 走 走 還有什麼? 有人叫 有人叫 告訴他 香港 你這樣 麻雀館 麻雀館 都有 有麻雀館嗎? 我看到新花花 點石成金 這個OK 點石成金飾品 不得不說 我真的覺得 這遊戲一定有香港製作人 因為他這些 這些字眼 他們那裡未必可以翻譯 對 新花花椅 可以過去嗎? 以安城 我越來越覺得 應該像是香港人 以安 你越看這些就會翻譯 香港人才說得出 以安這些 很有Feel 對 讓機 什麼? 元寶蘭 下風蘭 元寶 元寶 像是什麼? 賣元寶蠟香 對 圓門 人家就屯門士多給你 他就圓門士多給你 對 OK 真的 做得不錯 剛剛那個人呢? 死了了 那些鈴鐺 在另一邊 好 三個階段 三個階段 天啊 好吧 我們來找找方法 開開 什麼? 這什麼? 你好 這是豬嗎? 不是 怎麼可以? 這是什麼? 好 哇 它分裂出來的 哇 合體 這隻 沒錯 它就算死 它是不死分的 真的不死嗎? 它只會 它只會停留一段 最好拿散彈 這隻就 好 好 然後呢 分裂了它會分開兩節和一隻手 殺了它等它停止活動一會兒 好啊 這隻就真的不要太分招 有點麻煩 我們現在是不是快點拿鎖匙呢? 其實應該 哇哇哇 它真的捏爆了 你打下面那隻 不用管 好 殺了 好 先收拾東西 我們是不是拿鎖匙呢? 我們先拿鎖匙吧 對 但是拿鎖匙之前 先收拾一些重要的東西 好嗎? 你覺得這些重要還是鎖匙重要? 嗯 那不拿鎖匙又過不了關的 要錢就要命 要底褲 要底褲 好 第三個選擇 你過得住 這裡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流電的 喊都喊不及你 它這裡發譯得很好笑 禁止入內 即是嚴禁進入 對 嚴禁進入 禁止入內 趕幾乎 拿了兩條 哇 又有一隻 這裡沒有東西 就不要理它 不理它嗎? 走了 我們暫時都 盡量不要搞它 省點子彈 哇 哇 整條絲掉下來 這個 可以 拿了 只有一隻 只有一條鎖匙 微波爐? 我真的很想知道 叮屍的喪屍會叮成 可不可以叮不叮得呢? 首先這隻喪屍乖乖地 讓你放進去 先叮屍 那不難的 現在這裡 看到有一個藍牌在前面嗎? 看到啊 踢了 哇哇哇哇 走啊 咦?剛剛那個東西消失了 看到前面有東西撿嗎? 跳過去嗎? 好 請彈我過去 喔彈你過去 對了 然後你就落地下了 因為那兩隻東西應該會很快跟著你過來 嘩 你說得對 我在門口等你 廁所? 廁所?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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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這裡進去嗎? 剛才 糟了 我忘了一棵綠草在哪裡拿 這裡這裡這裡 嘩 又有一隻 走走走 好 跟我上來 行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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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我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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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咦 說實話這件皮套在哪裡 咦 最珍貴的那件沒有了 嘩 用不用啊 三... 真的要開三次 開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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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臭啊 這豬肉 是嗎 後面追進來的 哦 關了門了 行 走啊 走啊 他們進不來的 你不要跟他們進來 嘩 看著我 嘩 碎豬肉啊 碎豬肉啊 尼歐豬肉 我想吃 糟糕 按一次 嘩 挖多久啊 嘩 看著我 嘩 看著我 嘩 挖多久了 嘩 挖多久了 嘩 很噁心 神經病 這樣碎出來 喪屍肉腸 你吃不吃 你吃不吃喪屍肉腸 你說 我真的不會吃 吃完變喪屍 真棒 我要吃尼歐肉腸 這麼糟糕 你早說 總之我跳進去吧 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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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她 I need t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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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Ada上面找線索 等一下 怎麼了?會有什麼槍? 這裡練習一下 鏟過去這一下 怎樣練習? 這樣? 對,跑,鏟 OK,可以了 你應該純粹會鏟 對 橙沒問題 先開門 不要走 這裡不是一條直爐去的 對 看到Ada在上面 Ada在上面 喔,看到了 紫色那顆 等一下,我先拿一支追擊槍 拿一半自動追擊槍 喔,看到Ada 開槍會怎樣? 應該不死吧 是應該中間有些東西擋住了 好了 那這條直爐呢 它現在就會有一些Laser 就是Balhasa最流行的場面 Laser防徵 我們就要靠近右邊鏟過去 然後打爆這兩支白色燈光 越快越好 因為有計分 哪兩支白色燈光? 衝到過去就會看到那兩支白色燈光 喔,OK 喔,看到了 這兩支白色燈光 好,踩過去 哎呀,我也踩不到 哎呀,輸了 我們兩支都不夠快 會怎樣的? 哎呀 這兩個的身影 其實就是我們將會玩的下一條線 Kris和Piris 剛剛就是看到好像Kris 了 因為其實這關是蠻好玩的 如果我們可以跟他一起玩 可以跟他一起玩 因為這是比賽遊戲 他會有兩層 如果我們剛才最快 不電到 然後打開了 我們會有很多分 嘩,這下有點像Balhasa1 剛剛的操控 這裏都是撿那些技能點 撿得到多少分 嘩,子彈啊 好了,第二場遊戲 嘩,什麼? 我們看看右邊 什麼? 那些水 旁邊你會看到兩個很朦朧的身影 看到啊 啊,Kris 下面那個是誰? 前面那個是誰? 他的隊友 Piris 我們之後將會玩的一條線 現在電話開門了 好了,然後這裡會有些機械人出來 機械仔,不是機械人 好像地下吸塵機 那你站在電腦裡 你反應快 K電腦按反應 然後我就對付這些吸塵機 電腦在哪? 不用死了 很多玩家 就以為這裡撿散彈 就拿散彈打 但是 我玩得久 就有個方法 其實 你拿一個人物走過去 碰了一部機 你走 他就停在這裡 起碼不會觸碰到 操控電腦的那個人 因為沒有 哎呀 應該會打開 對不起 因為務求不能讓 那些電腦觸碰到 嘩,逐格解釋 逐格解釋 4、5、6次 嘩 喂,連爆啊,大哥 所以這裡 對,他一觸碰到就很麻煩 嘩,不行 嘩,不行 可以 他有時候 我按了都沒有反應 嘩,Ada又走了 嘩 又來? 嘩,嘩 嘩 嘩 神經病 嘩 嘩 嘩,不行 死了 神經病 瘋 嘩,噴一噴 嘩 沒有東西 是呀 因為我們慢 正常應該是甚麼 我們慢 正常就是很多分和很多分 你看到前後有三個 補償 那些甚麼技能點數 是呀 很重要的 其實這一部分 當你玩熟了就可以拿很多分 是嗎 算了,有它 被電腦拿了 不腳 紫色衣服 Ada 別跑啊 Ada 你還沒有跟我過過一晚 好了,這裡就是 包哈沙 大家是 不會飛的場景 嘩 Kris 真的 這幾怪漂亮啊 Ada 因為 哦,就是因為 Leon和Kris打 什麼 你做的 什麼 什麼 你做的 什麼 你做的 有70,000人! 包括總統! 因爲Simmons 她在工作為Nio Umbrella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對 我也知道 你還會保護這女人嗎? 我也是 怎麼樣? 到底Chris會相信Nion? Simmons 閃光彈 瘋了 Helena 她會殺她 Chris 待會 我們要同樣的事情 千萬不要殺Ada 千萬不要殺Ada 其實這裏呢 玩Chris線就會知道為什麼 Chris剛才是生氣到要殺Ada 當年第六代 他會殺Ada 他會殺Ada 如果Sherry's intel是有錢 Simmons應該是在前面 小心 Leon 你確定你不在這裏嗎? 我們目的目的是Simmons 一直都在 你不忍耐不跟她 你不忍耐她 你嗎? 我們會擔心Ada 我們要關注 現在我們需要關注 Simmons 好 Simmons 聽著 Mmm Ada Teen Mmm Mmm Teen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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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懂如何杀了总统的国家 总统的国家死了? 我们有Leon为了贊助他 老子你, Simmons! 放开他们 保持你的火 这两个人仍然是用来的 你必须要注意 好,好,好,所以什么是你的主意? 你认为你能够到那扭吗 为什么我们只是在这里 因为我需要你去担心的 我们可以继续这些 我真的有更好的事情 你两个都要做 封锁 Simmons 有信息在这里可以阻止这个C-Virus Simmons想要它 谢谢 我把FOS打开 给你一些保护 现在移动 是谁来打 打了FOS病毒 没错 这个女人是不是说Ada 假Ada 紫色假Ada 那其实呢 六代的故事 你真的要玩四条线 你才会知道来龙去密 你可能分分钟 你不听人解释 你根本是不知头不知六 为什么 他又会被人暗杀 究竟发生什么事 玩到最后一条线 Ada就会一次过告诉你 就是 一定要整个 打完才知道 不过我已经很好的了 我起码有你解释一下 有时候我不明白你马上解释一下 给我听 好 那今集就玩到这里 喜欢就给个赞 和分享给朋友 下一集我们就追 我们的幕后老大 搞定他 看看之后会发展成什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